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一个凡人 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 别笑了 喜欢吗 不喜欢 走了 Hello 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旅行 今天呢 很常去一个非常魔幻的地方 叫什么来哪 大宋沙城 大宋沙城 还是在B站看到了一个视频 然后那个视频上面说是60块钱 可以看70场演出 电视眼镜放箭 谁要是要躺 这个腿擦着去 然后我们就决定了突然的醒床 今天当天来回 然后简单的给大家动录一点东西 那就这样子一会儿见 我们到开封了 现在要去吃饭饭 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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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到了 一会儿就要去吃这间 我要吃垮他们家 我好饿 哈喽 大家好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大宋武侠城的门口 现在要去看这个万岁山大马戏 哎呀 这不是六道吗 你好了六道轮回 这里面还有一些像动物园一样的存在 味道特别的浓郁 像接着要吃的卖女生 真的我以为这个飙烟应该到了河南应该是厚 好死一道笼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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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死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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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照着了 现在就着了 好死一荣 好死一道 好死一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这是他们演出表 大家可以稍微截图看一下 如果你针对这个有点傻屌重要的地方感兴趣的话 而且间隔段还蛮短的 其实从最开始一进门来玩 就可以看很多很多的表演 走 救命救命你 走 不是 你说的那个政官西 正大官人他 总在哪里 他就正途 在创演球下 开了一点入户 但是 我以为哪个正大官人 弄幻圈 是个杀猪脉弱的偷 弟子 今天要的什么 先来武器精肉 一丝肥的不要 剁成扫子 这有事 教养的好味 这有事 你这有事 太厉害了 我这下 不急 再来武器爽谷 一人肉丝都不要 别吃 关门是来修想我的 没错 啥叫今天 就先来修想你的 还要按钉pose 竟然还要按钉pose吗 哈哈哈 西门大官人 哎呀 你吃醉了 谁说我吃醉了 来 我做过一些 来 大官人吃菜呀 客官 你 你你你 西门青在哪 站站站站站二楼 西门青 还我哥哥命来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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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头 就此把手啊 果然 绝不留情 还我哥哥命来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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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安我哥哥命来 呀 呀 呀 哥哥 我上给您报仇了 好 哎 各位客官 各位大侠 各位少侠 各位老家们 你们好啊 今天小牛 今天保利 各位看官表演 一个小活 眼泪好了吗 下来了掌声了 有没有 走吧 走吧 好 别夸张 你看一下 一排为成一 我跟你说 我踩土呀 我跟你说 不是 还在这文明上 为什么 我 还不 我 噴了 你后来啥 第一 不是奇药 也不是菜药 啥药 那就是没有 对 也是韩空用 朋友们啊 有人喝没有 没人喝是吧 没人喝我喝 我喝啊 我一天一天 我喝啊 多多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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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 看有没有 哈哈哈 来敲 打扰我冤枉了 打六七块 打过来 哇 我厉害呢 这个白鱼朝外 给它套在弦上以后 食指和中指 卡工弦 对 对对对 手再往下 对 然后呢 再往下 好 上墙 可以 上墙 往下描一点点 也行 射中法了 就行吗 射中了是吗 这边上那只是我射中的 然后墙上那只是我射中的 给我干一乐 小一跳 这没超不美人啊 对 后面不主人真正吗 前面是五大浪吹 飞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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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传说中这个印度飞饼啊 是真的有个印度人在这里飞 但今天好像没有上班那样子 啊 尴尬了 尴尬了 失望 哎呀 恭喜汉堡和炸鸡洗劫连礼 哈哈哈哈 这个人就是死傲娇 在我给他买这个金箍之前呢 哈哈一脸 嫌他幼稚的感觉 当我说我要给他买的时候 他就自己顺眼就过去了 而且很乐意的带上去 然后毕竟现在很享受他 基本上算是在这个园区里走了 一圈了吧 刘 哦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鹿 鹿域上呢 没有像那个介绍视频里的那么多的NPC 也有可能是我们来得太晚了 所以导致没有那么多NPC出现 只遇到一个没超风 然后他这里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啊 还是因为什么关系 很多景点和有一些摊位感觉都没有开 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热闹 但是他这个呢怎么说呢 严肃中带着活泼 活泼中带着傻屌的气氛 还是挺浓郁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哈哈 可以快玩一下 反正我们看那种很尬的表演啊 特别像我就是高中时期参加的那种 Cosplay的表演比赛一样 特别特别像 就是可能他们的武打机会更好一点 OK 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 可以玩的东西的就看一看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小型的游乐园 然后那边还有过山车 但今天好像也都没有开犬的样子 然后它这块有一个类似于 拓展训练的基地 我们就是从这个独木桥这块过来的 长度跟那边是差不多 就反正也都是免费的 对不起我打脸了 这个是开了的 这边就是时刻有工作人员待命 只要你玩它就给你开 嘿咻 它说我幼稚 很少能找到成人的出现 不卡屁股的 哈哈哈 它说我幼稚 BROKEN 你那会不玩吗 嗯 不玩 哈哈哈 胡三鸟 嘿嘿嘿嘿 哥哥 这个小样子长得 好极力敲啊 好极力敲啊 哈哈哈哈 那位兄弟 前去硬带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大黑的用谁啊 当然是满 埃脚虎王硬 你这丝 怎么还不出手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小娘子 咱们公不脸 那还打个鸟啊 干脆啊 等我回梁山做我那压斩夫人吧 再给俺生几个小黄鹰耍耍他 你这银头 修得胡说 拿命来啦 天平水波秦朝外 踏平梁山作祖阳 是 华入军地 小心 哇 这边跑这边脚 驻江中之战 让鸟山实力道增 威名远洋 进入 第一圣时期 我帮大家来到我的农家院 喂喂 给你拿农家 快点点点去 这两个小 我一样的 绕过去 绕过去 再绕过去 再绕过去 哈哈哈 在自己的农家 要是被人家赶出来了 哈哈哈 装笔装一半 哈哈哈 看那边 像不像江南白江图里面的百年银杏 像不像 我们刚刚路过了大圣取亲的场景 不过他这个点呢 非常的尴尬 正好是我们火车开走的时间 就没有缘分看了 然后感觉群眼都已经standby了 走了 再见 这个好像是二师兄的扮演者 我们的大宋武侠长之旅 就到此结束了 总结下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严肃活泼 很魔幻的地方 且很魔性的这么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今天入园的时间就很晚了 所以很多表演都没有看上 包括什么7点多开始的大圣取亲也没法看了 还有6点多的桃花岛 嗯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早一点来 然后晚一点走 就能不错过任何的表演 60块钱70场表演 你值得拥有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回北京了 耶 你的顾外了 你的顾外了 谢谢你给我回